这几年从国家提出房住不炒 现购现贷 住房值倒价 再到银行设房贷款 严控占比 房产税试点等等 各种遏制炒房的组合拳 打完一套又来一套 中国营监会主席郭树青更是高呼 赌房价永远不跌的人终究会付出沉重代价 那么国家为何提了心要打压房地产呢 所有的金融管控本质都是为了遏制 系统性风险的诞生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部关于 次贷危机的传记电影《大空头》 影片改编自2008年 著名的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 房地产泡沫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 大家都知道我们买房一般都需要向银行贷款 银行在给个人放贷时一定会进行风险过滤 这是600多年来银行史的铁律 首先银行会要求你有基本的首付 然后每月要有稳定的收入 完全可以覆盖分期的房贷 还要经过各种层层审核 最终银行才会放贷 这种各方面都没有风险的贷款 叫做优质贷款 可如果这么操作的话 金融机构赚钱就会很慢 毕竟收入颇分的中产阶级只占少数 于是一家叫做新世纪金融的放贷公司 想出了一招 他们和华尔街的大银行合作 搞出了一套新玩法 简单来说就是 将贷款条件放得极为宽松 只要四个人就可以贷款 没有首付都没关系 可以相还利息 每年也还不了几个钱 于是不管是底层黑人 还是墨西哥移民都买得起房了 而贷给收入极不稳定的穷人的贷款 就叫刺激贷款 刺激贷款一出 房子供不应求 美国房价也一路飙升 问题来了 如果穷人还不起贷款怎么办 银行也不担心 谁还不起 银行就把房子收了 反正房价一直在升 转手一卖赚得更多 银行更是坐地起价 对于之后想上车的穷人 首付可以没有 但是利息会更高 而且是浮动利率一年比一年高 那些再多不压身的穷人 哪管这个 房价一直在涨 又有人给贷款 那就先买了再说 得益于房地产的带动 美国经济空前繁荣 政府大力表扬华尔街的金融创新 但接下来资本们赚钱的速度 还是遭遇了天花板 银行的钱放贷放到一定数额 就放完了 为了继续高速赚钱 加快资金的周算 这时候有一个天杀的人才 名叫路易斯 又想出了一个 骇人听闻的金融创新 把那些穷人们的 做房贷款合同 证券化 包装成一款理财产品 也就是房贷债券 拿到市场上售卖 换成现金后 继续循环放贷 打比方来说 有一个人 签下了总额100万 每年7%利率的房贷 银行把他的贷款合同 包装成债券 卖给了一个需要理财的人 承诺投资者每年 可以获得5%的利息 这么一导手 银行赚2%的利息差 把这个债券卖给100个人 银行就有了1亿资金 以及200%的利润 银行只需要拿着用户 还贷款的钱 每年付给投资者 5%的利息即可 只要不断有新用户进来 只要用户一直还房贷 房价就可以涨上天 这个游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银行业沸腾了 这比贩毒还要挣钱 关键还合法 就是杠杆有点高 用100万的本金 却干了一个亿的生意 房贷债券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有华尔街大投行的担保 投资者都认为这是一种 无风险债券 再加上大家迷之自信 美国房价永远不跌 所以全民都陷入了狂欢 债券不仅在美国热卖 还远消欧洲 日本 香港 但风险从来不会凭空消失 只会转移潜伏 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龙卷风 正在慢慢酝酿 2005年 基金经理迈克尔一直在琢磨 自从2000年以来 房价翻了5倍 但人均收入却基本没上 这有点不对劲 房地产市场应该有泡沫 迈克尔自小又眼残疾 性格内向极少社交 这也成就了他绝对独立的投资思维 他善于在狂热的金融市场中 寻找反向投资机会 一次偶然中 迈克尔搞到了次贷债券的房贷还款数据 他惊讶地发现 已经有不少穷人开始断工了 在加之美联储依然有加息的计划 迈克尔觉得未来某个时间点一定会出现大面积 四级贷款的穷人同时断工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泡沫了 而是超级气球 迈克尔预测2007年房地产市场就会全面崩盘 但在当时房地产正是牛气冲天的存在 金融市场还没有可以做空房贷债券的金融衍生工具 没有人相信房地产会垮 除了迈克尔 于是迈克尔来到名阳天下的高盛银行 要求高盛专门为他做一个 能做空房贷债券的金融衍生工具 几个银行经理一看迈克尔这副模样 就觉得这人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 于是分分钟就为迈克尔搞了个 类似于保险理赔一样的做空工具 名叫CDS 简单来说就是对赌协议 如果房贷债券上涨 迈克尔就按月比银行交保险费 如果房贷债券暴跌 或者房贷证券市场崩溃 银行就会赔钱给迈克尔 银行经理决定先卖给迈克尔500万保单 但没想到迈克尔相当不满意 要买就买一个小目标 几个银行经理乐疯了 他们觉得这就好比有人花一个亿 独一年后地球会爆炸一样 不过迈克尔自有他的判断 为了分散将来的兑换风险 他又陆续去到了其他几家投行 总计签下了高达13亿的CDS做空协议 花光了他所管理基金的全部流动资金 整个华尔街的银行经理人 都觉得今天中了彩票 为了庆祝傻子送钱 他们还特意开了个派对 这时候一个叫杰瑞德的银行经理人 在派对上听到了迈克尔反常的投资行为 杰瑞德经过分析发现 迈克尔绝不是人傻钱多 这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发财良机 但杰瑞德并没有资金和资格去做空房贷债券 不过他在银行工作 可以向基金公司推销CDS做空协议抽取提成 但苦恼的是 没有基金公司愿意相信 如日中间的房地产会垮 直到杰瑞遇到了马克 华尔街史家出身 摩根斯坦利旗下的一位基金经理人 因为痛失亲人 马克性情十分暴躁 第一次听到杰瑞德要售卖CDS做空协议 马克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杰瑞德用寂寞演示 房贷债券的构成 根据专业记录的信用评级 房贷债券从3A到3B有很多等级 3A是最高评级 这代表其中的贷款人 还贷能力较好 都是优质贷款 违约可能性最低 几乎零风险 而3B级就是违约风险非常高的债券 等同于狗屎 基本都是由信用不好的次级贷款所组成 普通投资者买了极大概率会血本无归 那么问题就来了 数量极少的A级债券很容易卖出去 而海量的B级债券却没人敢卖 怎么办呢 金融鬼才又搞出了一个金融创新 创造了一个叫做CDO的金融衍生品 有点点死成金的意味 简单来说就是 把卖不出去的B级债券 和极少量的A级债券打包 捆绑销售 包装成一个全新的理财产品 毕竟不可能所有的B级债券同时爆雷 每期明约分散风险 并请专业机构重新评级 虽然并没有改变 CDO的95%都是垃圾磁带的本质 但在金钱智商的华尔街 只要愿意出钱 评级公司就可以瞎着眼 把3B评成3A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只会买巧克力 不会买狗屎 可面对巧克力少 狗屎多的局面 商家就用一点巧克力 加上大量狗屎 做出来了一款新产品 巧克力味的狗屎 从表面上看 普通用户根本难以辨别 再加上精美的包装 机构的安全认证 普通投资者 不咬上一口 你都不知道是狗屎 现在房地产的泡沫越来越大 已经有4%的人无力还贷 只要达到8%的房贷违约率 首先崩盘的就是低评级的 世代债券 但连锁反应会迅速传导 就像跌起来的积木 只要抽掉底下的几根 大厦就会轻刻崩塌 杰瑞德想告诉基金经理们 马上就要失火了 而且火绝对灭不了 杰瑞德演示的有理有据 这有点颠覆马克的想象 但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马克带领团队 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实地调研 他们来到一处楼盘 发现很多房子根本就没人住 里面到处散落着房贷 断供合同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租客 当马克询问他房东在哪时 竟然发现了一个 奇效皆非的事实 接着马克找到了房产经纪人 为什么你们的放贷门槛 会这么低 房产经纪人说 以前他的酒吧当服务员 现在开上了游艇 靠的就是放这种浮动利率的贷款 给穷人 他专找墨西哥移民 托衣股娘 基本都是这利率 没啥概念的人 放一笔浮动利率的贷款 他就能赚一万美金 他们并不担心穷人会还不上贷款 因为贷款合同今天签了 明天就会由大银行买走 包装成债券 他们一转手还能债赠一笔 这几年赚钱就跟减钱一样 房产经纪人给马克介绍了一个 托衣股娘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个托衣股娘竟然背了 五套房的贷款 外加一套公寓 当然 只要房价继续上涨 他持有的房产价值 就会高于贷款总额 银行就会继续给他放贷 他也可以继续买房 可如果房价一旦下跌 他的房产价值低于贷款总额 或者浮动利率一发威 他立马就会背上巨额债务 而当资不抵债时 他也就没有还款的必要了 意识到杰瑞德所言非虚 马克即刻赶回了公司 向杰瑞德买下了5000万的CDX 做空房贷债券 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岌岌可危 但入局者依然络绎不绝 杰瑞和查理两兄弟 利用自由资金搞了一个小型基金公司 几年时间就把140万资金 做到了3000万的规模 这天两兄弟在摩根大通的大堂 捡到了一份CDX做空协议的介绍 两兄弟大吃一惊 竟然有人在做空房地产 不过他们也迅速闻到了 其中隐藏的巨大收益 但兄弟俩的小基金公司 并没有做空的资格 为此兄弟俩找到了 退休的金融老前辈 本对方曾在摩根新加坡分行就职 因生物金融界的肮脏而退出江湖 在本的帮助下 兄弟俩做空的风险较低的 2B 3B级债券 自此所有闻到血腥味的大空头 都已入场 万事俱备 直等全面断供的大风一吹 时间来到2007年 房贷断供数据已经超过了100万 按理说应该有许多房主都要上天台了 但让空头们诧异的是 房贷债券市场竟然不跌反涨 龙头信用评级公司 穆迪和标准普尔 也没有下调那些风险极高的CDU 债券评级 电脑屏幕上依然满是3A评级 连2A都看不到几个 马克赶往了标准普尔讨要说法 得到的回复竟然是 为了利益 评级公司根本不敢说声话 看钱评级 几乎成了行业内的潜规则 机构就像一条狗 谁出钱 他就跟谁走 马克指责女人谋财害命 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无数拼命在房贷债券里下了血本 女人也来气了 装什么好人啊 你们不就是赔鸡宴了吗 买了多少CDS做空协议 这话已出 马克顿时哑然失语 都是投机分子 谁也不比谁高尚 迈克尔和杰米两兄弟的基金 也因为每个月不断增加的 CDS保费一直在亏损 他们甚至有点开始怀疑自己了 可现实确实 房贷断供数币一直在增加 他们的判断并没有错 除非有人作弊 美国证监会评级机构 大银行 整个金融系统 抗歇一气制造假象 谁都不敢戳破 这前所未有的 史诗级金融泡沫 空头们决定 去拉斯维加斯参加 全美证券化论坛 去看看金融业高管们 到底在干嘛 这一看不得了 两兄弟发现 美国证监会的员工 排着队要跳槽到银行 搞房贷债券业务 这就相当于监管者排着队 要给被监管者打工 如此一来 监管也就成了笑话 兄弟俩有了底气 准备继续加上CDS 做空3B级债券 但市场似乎已经感知到 3B级CDO违约率正在攀升 做空3B级CDO的 保费变得十分昂贵 兄弟俩突发奇想 既然大面积断工一定会来 那不管什么级别的CDO 迟早都要崩盘 而因为监管腐败 许多被平为A级的CDO里面 其实也充斥着大量的垃圾磁带 与B级的CDO区别并不会太大 如果选择做空 人们误以为稳如泰山的A级 不仅做空费用具便宜 而且赔率还更高 兄弟俩似乎掌握了新的财富密码 他们疯狂扫货 不明究理的银行经理翻了个白眼 竟然敢做空A级 想到不久之后便会一夜暴富 兄弟俩兴奋的手舞主导 然而本却怒之道 知道你们刚才做了什么事吗 你们栽赌美国经济即将崩溃 这意味着 如果你们赌对了 会有无数人失业 无家可归 几十年积蓄 退休存款 养老钱都会消失 听完本的话 兄弟俩心里开始有点发毛了 马克的经历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他认识了一个做合成CDO的经历人 什么是合成CDO呢 假如有两个CDO产品 分别是A和B A包含B的一部分债券 B也包含A的一部分债券 然后AB打包成C 这就叫合成CDO 或者叫CDO的平方 马克傻眼啊 直呼内行 他堂堂华尔街世家书身 纵横金融市场半辈子 竟然听不懂这种魔幻的玩法 所以如果你们也听不懂 不必纠结 更形象的来说就是 老大在进行一场赌局 他手气很好 把把都赢 兄弟们都觉得他不可能输 这就是初始CDO 老二眼禅也开了一座赌局 赌什么呢 赌老大会赢 这就是第一个合成CDO 但还有人出热闹啊 那又再开一场局外局的局 老三赌老二会赢 这边是第二个合成CDO 以此类推 无限套娃 第100个人赌第99个人会赢 这就导致了 房贷市场的资金规模并没有变 但被证券化之后 呈现出来的资金规模却暴增了20倍 如果房贷证券是火柴 那么CDO就是煤油桶 而合成CDO就是原子弹 马克已经能预见 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概是完了 但金融从业者从来不管这些风险 哥哥赚得盘满锅满 合成CDO经理还指高气扬地告诉马克 我的身家你想象不到 气得马克直接说哈 再买5亿CDX 做空他的疯狂合成的CDO 麦克尔因为做空基金不断亏损 被投资者们疯狂谩骂 他索性自信全体投资者 说美国房贷债券市场 就是一场骗局 而他为了保护投资者 不受扭曲市场的影响 直接锁定了基金 禁止投资者撤资 时间来到2007年中旬 浮动利率连续发威 越来越多的穷人还不上贷款 这场房地产泡沫的始作俑者之一 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 银行也回收了越来越多的房产 投放到市场上进行售卖 7万门快速回笼资金 但供需平衡是经济学 亘古无边的原理 供给增加需求却减少 房价自然迅速走低 这下不只是穷人不还房贷了 许多刚需族买了房 借100万贷款 发现第二天房子只值80万了 而且在可预见范围内 房价可能还会下跌 散户可能不懂金融 但算账还是会点的 加上利息 我可能要还120万贷款 但最后得到的却是 价值只有60万的房子 本来可以还得起的房贷 现在也没必要还了 至于房子嘛 谁爱要谁拿走 散户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追涨杀跌 趋利避害 眼红上涨 恐惧下跌 在痛不欲生中只会选择割肉 更多的房子开始抛售 恶性循环 房价继续暴跌 再加上房贷违约率 已经达到了12% 那些又刺激贷款包装的CDO 变成了一堆车子 空头们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现在市场上最值钱的就是 CDS做空协议 但杰米兄弟发现 他们做空的贝尔斯登CDO 却还在死扛 因为他们利用行业地位 锁死了一切负面消息 也没有媒体和评级机构敢曝光他们 他们还在以正常价格 抛售那些一文不值的CDO 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则心里慌得一批 他们打算等抛售的差不多后 再买CDS 做空自己卖出去的狗屎 以非法手段完成 风险对冲 贝尔斯登想弄亏损 追小花的时候 再给杰米兄弟的CDS报价 此时 贝尔斯登旗下已经有两家房贷对冲基金爆仓 如果贝尔斯登破产 杰米兄弟一分钱都拿不到 最后还是本帮助他们 一股折价8000万美元的价格 将手上的CDS卖给了瑞银集团 能得到这个结果 兄弟俩已经很满足了 而迈克尔这边 因为庞大的做空体量 也遭遇了各大银行的赖账 纷纷拖延时间 不是停电了 就是服务器出故障了 实在不行就拔网线 多么娴熟而标准的华尔街操作啊 最终在各大银行把损失降到最低之后 才接受了迈克尔的CDS协议报价 迈克尔的基金也成功引力了26.9亿美元 在这之后 迈克尔选择了金盆洗手 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 他感觉内心已经被黑暗吞噬 最倒霉的还是马克 他的遭遇可谓是 上一秒吃了一盒香浓的巧克力豆 下一秒却被告知巧克力豆上沾了屎 他持有的CDS协议报价 确实水涨船高 但他却狗血的发现 自己做空的CDO归宿主体竟然是总公司 摩根斯坦利 现在他面临两个抉择 第一 把自己的CDS协议 竟然卖给总公司解决危机 第二 等着 等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再卖给市场 但如果等不到 总公司一旦破产 他的基金公司也将作为摩根斯坦利的分公司 被拿去抵菜 马克选择了后者 他才不想就那帮私人不土国度的资本家上安呢 但随着破产的银行越来越多 在煎熬之中 马克还是过早的卖出了CDS 获得了一点点微薄的分红 毕竟他的基金里大部分都是投资者的血汗钱 马克从此也永别了金融市场 在这帮大空投里最稳的赢家当属杰瑞德 凭借敏锐的判断力 他获得了4700万美元的无风险提成 这场巨大的金融骗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华尔街前五大巨拨投行 有三家一业颇产 数以百万计的金融公司 及其上下有公司倒闭 5万亿美元蒸发不见 800万人失业 600万人无家可归 这还只是美国的情况 购买了房贷CDU的国家比比皆是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那些资本家们难道真的不知有泡沫吗 他们当然知道 但那已经与他们无关了 狂欢之后必定会是 遍地狼藉 最终美联储放水 7000亿美元就是 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哪有凭空多出来的钱呢 历史循环往复 危机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海啸来袭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自信 站在浪尖 那就老老实实待在岸边 如果你以为自己会游泳 那就要更加小心了 因为淹死的 往往都是自以为会游泳的